每天上下午开诊前 牙医师夫妇会带领员工病患及家属先祈祷 这个疫情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就决定在开诊前 就来一起祈祷 邀请他们一起参与 希望能够这个疫情早日平息 就很用心 还会说跟大家一起为这个国家来祈福 让大家都可以一起共同有这个心来防疫 这次的机会吃28天来点奖品 牙医诊所还设计了防疫小小兵卡 对看卷的小朋友及家长进行防疫宣导及炫速 我们是希望能够鼓励孩子透过这个蔬食卡 然后他可以爱护动物 尊重生命 那我们也期待就是在人与人之间 人和动物之间 还有人跟环境之间拥有更多的爱与关怀 我觉得不杀生这件事情很好 因为就可以跟动物不结二缘 今天是蛋糕哦 谢谢 完整趋速外 牙医诊所早带动员工午餐蔬食多年 期盼有更多人加入吃素互生行列 让蔬食成为防疫的最佳良药 大爱新闻学林香红树台南报道 赞订别人 founder香港兽宣刀